都知道床菜好吃 但是能床承下来不辣的床菜更好吃 我用的是三环鸡 剁得小快一些 先抓住微微粘手的胶质感 再撒入淀粉 最后喷上一层油蜂柱 至于爆炒辣椒的油烟 不用担心 Como黑珍珠烟机竟在掌握 凌照联动开火即开机 都测一体机身的设计 不当视线的同时也更加高级 超大的风压 油烟顺息不扑裂 天脸开大爆炒辣椒都不带怕了 猪蹄即到选猪前腿 这样才肉厚 筋多骨头少 用大葱花椒料酒焯水 再搭配上白尺 丹龟 橙皮 白胡椒 姜片 煮出来就完全没有异味了 长时间的炖煮火候很重要 ComoEF2罩距 220度线性调控 紧准控制火力 还有意外熄火 制度断气更加安全 炖煮一小时 加入提前泡好的白云豆 再煮一个半小时 开盖的瞬间 浓郁的白糖上 都是药菜和油脂的香气 吃饭前简单清洁下 用的时间长了 烟机会自动提醒清洗 通过110度的高温蒸气 软化油污 高压高速进行强力冲洗 灶台上的零部件 也可以拆下来直接冲洗 轻轻喝松搞定厨房大难题 Q糖鸡肉入嘴 最先席卷上来的是 辣椒的辣和花椒的马 然后越嚼越香 越嚼越上头 接着喝上一口 浓郁奶白的蹄花汤 抚平了辣椒带来的燥热 满满的胶汁的猪蹄 直接说着吃真的太过瘾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